遇到巨蟹男就是 時間要對 你要不就是他的處理 要不就是他的最後一任 好 我們來到巨蟹男了 巨蟹座像媽一樣的唠叨 跟媽很有關係 媽寶 很多人都覺得 嫁給巨蟹男真的挺不錯的 因為巨蟹座愛家顧家 其實你錯了 他們是愛待在家 而且巨蟹座是男人中的女人 他們非常的細心 敏感 溫柔 平時是不張揚的 很溫和 然後也不會主動 所以並不是屬於 一群人裡面特別耀眼的那一種 除了他們的溫柔細膩以外 他們通常也是別人眼中的 才子 因為他們的敏感 如果用在文學 或者是藝術方面 通常會有非常傑出的成就 他們通常有很好的文筆 而且他們的敏感細膩 是有獨心術的功力 所以你在想什麼 他們也都很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一個巨蟹座 喜歡你的徵兆是什麼 巨蟹是一個 很沒有安全感的星座 它很容易單心東單心西 如果它喜歡你代表 它覺得跟你相處在一起的時候 很安全 它覺得你有它家人的感覺 因為巨蟹座的安全感 需要慢慢培養 通常他們是蠻被動的 他們不太敢主動跟你虛寒問暖 可是如果你主動跟牠 say hello 或者是有一個什麼事情找牠 牠們的回應如果很熱情 這就有一點機會了 再來還有一個辨別的點 就是牠會不會跟你撒嬌 巨蟹男如果卸下心房 是非常可愛的 就好像小動物一樣 然後依偎在你身邊 如果牠開始做出這種 好像女孩子的動作 其實也代表牠已經對你非常地放心了 你有養過貓嗎 三天後 貓終於敢跟你親近 差不多就是這種感覺啦 由於巨蟹男是一個比較害羞 比較不主動的星座 所以其實跟牠們在一起 你可以主動一點 牠們太被動了 所以對於比較積極 想要的女生 就會覺得很傷腦筋 我們還是要告訴你喔 不能因為巨蟹座是男人中的女人 你就要當女人中的男人 這是錯的 巨蟹座呢 因為牠們身性比較敏感細膩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牠會希望你是屬於 個性不要太強勢的那一種 講話請輕聲細語 巨蟹你不要忘記 牠是一個有硬殼的星座 一旦牠覺得不安全 牠的保護機制就來了 雖然牠不對你發脾氣 但是牠也會變得很不好攻破 還有 因為巨蟹男喜歡照護人 所以偶爾你要學會裝笨 有一點笨 有一點天真 讓巨蟹男為你操心 會讓牠很有存在感喔 還有一點 我們都很清楚 巨蟹是念舊的 對第一任女友 或初戀念念不忘 不需要去嫉妒這件事情 因為牠們對初戀念念不忘 不是對這個人念念不忘 而是對那一份感覺 念念不忘 以上所有 你是不是都覺得 還挺美好的呢 但是你要有幾個心理準備 第一 你們的日子是無聊的 如果你可以享受這種無聊 或者是牠對家人很好 好的很過頭的這件事情 你也能夠包容 那我覺得牠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的結婚對象 巨蟹座一定有心理的秘密 牠就有一面是你永遠也看不見 牠也不見得會跟你說 不要為巨蟹男就放棄了自己的事業 因為這是一份保險 我們不曉得這個巨蟹男 內心的陰暗面到什麼程度 所以保有自我 是一份跟巨蟹男在一起的時候 很重要的保險要記得哟 巨蟹座是屬於不發火則已 一情緒化起來 非常的可怕 因為那對牠來說 是牠一忍再忍 忍無可忍的地方 而跟巨蟹座有關的愛情經巨事 不在乎曾經擁有 只在乎天長地久 所以其實一個巨蟹座步入感情 牠的想法是越久越好 我的真心需要安全感來換 所以你自己的表現也要讓牠有安全感 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的伴侶萬萬不能 所以你要有錢 或者是你要有能換錢的東西 比如說你很有能力 比如說你很會理家 那麼對牠來說 這就是很有安全感 會被牠選擇的一個重要條件 牠們在床上表現真的很傑出 也因此會讓人覺得念念不忘 有人聽到這裡開始舔舌頭嗎 想到天仙男你會想到什麼呢 霸氣總裁 來 魅力出眾 很神秘 心口不一 所以讓我們很confused 然後又無法從牠的臉上得到答案 到底真相是怎麼回事呢 讓我們來瞧一瞧吧 有求必應 甚至主動幫你 因為天仙男是不喜歡惹麻煩的 會非常熱絡到很主動的地步 表示喜歡你的指數應該是蠻高的 這是一個指標 其實你說天仙男很神秘 那是因為牠不講心事 但是牠的行為會透露心裡在想什麼 如果很在意你 牠就會忍不住去觀察你的動態 所以如果你在旁邊 牠就會身體稍微往這邊傾斜 或者是有時候魚光會想要瞄一下你 如果你夠敏感的話 你應該就能夠發現牠偷看你了 也許你們會常常不期而遇 其實天蠍很相信緣分 牠也會去製造緣分 所以如果你總是覺得 怎麼這裡也遇到你 那裡也遇到你 搞不好是牠刻意安排的唷 開始嫌棄你的缺點 喔 恭喜你 你要知道天蠍座不相干的人 牠是懶得理的 或者是你的缺點干牠什麼事 一定是牠很希望你好 牠才會告訴你 你的缺點是什麼 所以當牠敢嫌棄你 那意味著牠覺得 你跟牠的關係已經更進一步 進步到可以這麼沒大沒小 或者是開始勇於說出心裡的真心話 這也意味著距離更近咯 打中牠神秘的點 跟你的外貌啦 跟你的身材啦 也許沒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呢 那個奇怪的點 也許來自於牠曾經的挫折 或牠曾經的向往 比如說牠聽到了你 表達你對你的男朋友是多麼的好 牠可能心裡就會產生一種 哎喲 這個女生好像很不錯唷 對你就多了一分關心 對你就多了一份注意 而這個點的開啟 就是你們緣分的開啟 在你們有一點互相喜歡的前提之下 請你投直球 因為天蠍座雖然知道 你好像對牠有意思 但是牠也會開始猜 你對牠有意思到什麼程度 到了有得失心的時候 牠就不太確定了 所以如果這時候 你能大大方方地說 我蠻喜歡你的 你的這個部分我很欣賞喔 有板有眼有依據有證據 那麼這個天蠍男就會鼓起勇氣 覺得看起來你很欣賞我 那麼也許我們可以展開了 首先你要忍受天蠍的控制狂 好啦很多人說天蠍的控制狂 是不是怕你出軌 我覺得倒也不是喔 而是天蠍座有很多自己生活中的 Mega 牠們不在意的地方真的很隨便 譬如說衣服可能隨便丟 但是牠們在意的點 譬如說洗衣服的方法 洗衣粉要怎麼放 如果牠在意 牠就非常的在意 因此跟牠相處的時候 你要忍受牠的教導跟說教 跟牠想對你的控制 而且只有牠能控制你 不可以你控制牠 牠可能愛翻舊帳 當然愛翻舊帳有幾個前提 前提就是牠在乎你 牠沒有安全感 或牠覺得你對別人比較好 這個時候牠就要提醒你 不可以這樣喔 而方式就是翻舊帳 你在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 說過哪一句話 然後你曾經對別人比較在乎 對牠不在乎 或你接了別人幾通電話 才接牠一通電話 像這種小小的事情 不要覺得牠心胸狹窄 因為牠都記在心裡 每一件都是牠很受傷的 所以當牠來翻這些舊帳的時候 就意味著牠需要你大量的關注 跟大量的愛心 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特色 比如說牠就算覺得 哎呀你太潔癖了 你還是要繼續潔癖 其實天蠍座骨子裡 欣賞有個性的人 欣賞堅持自我的人 你越是這樣 牠越是想控制你 越想改變你 改變不得 牠就只好追著你的屁股後面跑 所以請你保有自我 這是得到牠們的最好方式了 說到天蠍 大家就會想到是你 所以就會說 天蠍男的床上功夫 一定最好的囉 我必須說天蠍男 因為牠很在乎性 很在乎性不是因為牠是色情狂 不是的 而是牠覺得兩個人很相愛的時候 愛到深處就是想把你 完全的佔有 而性就是 完全佔有對方的一種方式和體現 而牠也會很在意自己的性表現 牠希望你也得到極大的滿足 在性方面 牠們在乎對方 勝過於自己喔 是非常好的伴侶 一個外表越強壯的人 看起來越兇悍的人 搞不好牠內心越虛弱 所以我覺得雙魚的 外表跟內在 就是外表非常 沒有可能身風格 但內在可能是小白兔 繼外星人水瓶男之後 我們現在要聊聊海底生物 雙魚男 雙魚座嘛 牠們是一個非常重Fu的星座 牠們喜歡男生 還是會喜歡女生 說真的 牠也會告訴你 我不知道 我要等Fu來了才知道 面對這樣的雙魚 我們有必要好好了解牠一下 雙魚男自己很夢幻 但牠希望另一半很實際 不要忘記了 雙魚座的夫妻功 就是落到了處女座 所以你的能力很重要喔 牠們欣賞有能力的人 能力越高 越機車 也沒有關係 有一種感覺就是 和雙魚座聊了半天 牠好像什麼都說了 但又好像什麼都沒有說 某種程度來說 我認為這來自於雙魚座 非常深層的不安全感 沒錯 雙魚座是水象星座 水象星座都一定有情緒 也有不安全感的問題 牠雖然不見得意識到 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但牠卻能夠拿出 變動星座 陰陰的能力去應付牠 所以當牠不斷不斷地講笑話 就代表牠還不能夠信任你 或者是牠還不知道如何自處 或面對這段關係 所以牠準備用這種令人愉快的方式 是跟你互動 而且雙魚座有雙這個字 所以牠們兩面人的特性也很嚴重 比如晚上跟你訊息得很熱烈 什麼都聊 可是白天看到你卻很害羞 一句話都不說 這的確也是雙魚座的特性 因為有時候牠看到你本人 就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 可能就變得很被動 聲音很小聲 彷彿有兩種靈魂在牠身上 其實牠很需要被崇拜 牠們生理上是需要被照顧的 因為牠們很喜歡裝弱小 很喜歡訴苦或者是裝可憐 對 看起來好像需要被照顧的樣子 但其實精神上牠需要被崇拜 而且跟獅子座不一樣 獅子座是牠希望你崇拜牠的能力 但雙魚座希望的是你無條件崇拜牠 雙魚座的想像力也很豐富 牠喜歡你牠也會腦補你喜歡牠 所以當一個雙魚座跟年妝可憐 這裡痛 那裡痛 好冷喔 好餓喔 就是表示牠在看你有多關心牠喔 只要你真心讚美牠 牠就可以無怨無悔地坐下去 家裡的碗啊 衣服都牠來洗也沒有關係喔 不要忘記了 因為你崇拜牠嘛 牠當然願意坐囉 剛剛說那個雙魚男 就是會洗完衣服的時候 牠一直咬頭 表示你是牠的女儂 沒有你要虐待牠啊 雙魚男 雙魚男有奴性 OK 牠們其實是有奴性 你要懂得把牠奴性的那一面激發出來 比如說你就是女王 牠當然就是奴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 你平等地對待牠 他們的劣根性就會出來了 牠能躺 牠幹嘛站呢 所以你要跟一個變動星座相處 牠是跟你互動出來的 牠到底後來變成一個渣老公 還是一個好老公 是一個很在乎這段關係 還是不在乎這段關係 其實都跟你有關係 雙魚也是一個記憶力非常好的星座 牠什麼都記在心裡 如果牠覺得你對不起牠 牠會在腦子裡天天 把你對不起牠的劇情上演三遍 而且牠選擇不說 雙魚男如果對你不滿 大部分牠是會先忍耐的 如果你的雙魚座老公 會在社群網站上抒發心情 或者是PO那種不具名的心情文 那這很可能就是在雙魚男 一個雙魚男如果存心要搞消失 你是找不到牠的 牠們非常擅長隱身 所以如果突然找不到人 或跟你約好了又不出現 那麻煩你對牠留效觀察 說真的 這種雙魚男 我們就真的應付不來了 雙魚是掌管 犧牲奉獻 這四個字的星座 所以有時候越不能夠在一起 越是帶有犧牲的感覺 越是帶有奉獻的感覺 越能夠把它捆綁喔 所以雙魚也是出櫃 或當小三 很高比例的星座 因為這種宿命感真的太吸引 好了 所以一個雙魚座如果他事業很成功 但是感情很混亂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感情可以說是這一類雙魚座的罩門 雙魚男是不是都很喜歡健身 雙魚座非常喜歡健身 身材一般都能好 我有一點擔心 因為我覺得 他們健身的潛意識就是 他覺得他太虛弱 他需要保護 所以他才會努力的強壯自己 所以他內心其實還是虛弱的 一個外表越強壯的人 看起來越兇悍的人 搞不好他內心越虛弱 那這個虛弱又來自於 他對自己能力的不自信嗎 這很難說 所以我覺得雙魚的外表跟內在 就是外表非常虎虎身風 可是內在可能是小白兔 如果你喜歡一個雙魚座 我會給你幾個叮鈴 第一個不要忘記它是變動星座 你可以表現崇拜它 但是不要太黏它 變動星座的人都需要空間 都需要自由 而且他們也喜歡 你是一個獨立性格的人 不要因為他看起來好像很虛弱 很希望你投入照顧 然後你就一股腦 也把自己奉獻給他 這樣子你就失去神秘感了